龍K事件 你的好朋友老K被岩上 對 你知道他被潑死了 你還從來不幫他講話 連你的隊長黃浩平 都有出來幫他講話 我也有幫他講話 整個喜劇圈 只有你沒有講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心虛 其實就是你虧待人家 讓人家性格歪掉 才會引發這麼多爭端 就是厲害的 你還不幫他講話 如果老K因為這件事情 一輩子翻不了身 你不就後悔一輩子了嗎 這樣怎麼可以稱他為 可以自稱為他的知心好友呢 完全沒有作弊 這個題目聽起來 就像是我跟賀龍 為我們量身打造 因為我們都非常常被岩上 這也是我們實際上 會面臨的很多抉擇 所以知心好友 因為虛假指控被全民岩上 當然要為他公開護航 就算不是朋友 你知道他被誤會了 而且是被虛假指控 以最基本的做人道理 我們也應該要替他發聲 給他公道吧 何況這個人 還是你的知心好友 拜託,知心好友 人的一生 可以交到幾個知心好友 你們應該要好好珍惜嘛 自己的好朋友 蒙受這種不平之冤 不應該置身事外 就算他被岩上的時候呢 你現在出來發聲 可能沒有辦法 一下子扭轉風向 但你的發聲 其實可以做到一點點 我們應該要推廣這樣的原則 正確的事情就應該要去做 如果你的好朋友被誤會了 你還不出來支持他 萬一他想不開怎麼辦 萬一他想不開就算了 萬一他開始拖所有人下水 說你偷吃又嗑藥 爆料出來 然後直接聽起來又很真實 這樣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好朋友要阻止 這樣的事情發生 要支持他 而且護航其實要盡早哦 因為時間點過了 傷害已經造成 大家已經有肌定印象 就來不及了 護著你的好朋友 已經忍不住 跑去別人的記者會 鞠躬道歉 你護航也沒用了 尤其是像我自己 我在網路上 有一點小小的聲量 如果我的好朋友 他沒有這個聲量 然後他被全民攻擊 他被誤會了 我更應該覺得 我要發揮我的影響力 讓大眾可以了解真相 像桃子姐 我相信他也是這樣的人 他的好朋友 有任何的真意或被誤會 他都很願意出來發聲幫忙 只要是真實的陳述 所以他才可以 這麼的如此得人緣 像賀龍 我猜他等一下一定會說我 像我形象非常的黑 我不是說膚色 我說形象 出來護航只會幫倒忙 讓朋友被越燒越慘 所以你也應該要進來做 對不對 要一起進來 為好友發聲 然後就有機會 可以幫他洗刷圓區 不應該為了怕被拖下水 就躲起來 好 最後我來舉個例 當初龍K事件 你的好朋友老K被岩上 你知道他被潑死了 你還從來不幫他講話 連你的隊長 黃浩平都有出來幫他講話 我也有幫他講話 整個喜劇圈 只有你沒有講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心虛 其實就是你虧待人家 讓人家性格歪掉 才會引發這麼多爭端 就是厲害的 你還不幫他講話 如果老K因為這件事情 一輩子翻不了聲 你不就後悔一輩子了嗎 這樣怎麼可以自稱為 他的知心好友呢 謝謝 知心好友因為虛假指控被全民言上 絕對不應該為他護航 為什麼呢 這一題的文言就是虛假指控 我們已經知道那是個虛假的指控了 有沒有想過 你的知心好友 自己知道是虛假指控 為什麼不出來幫自己護航呢 虛假指控護航超簡單的 不就把LINE紀錄貼出來 把證據貼出來 風向就變了嘛 就跟其他的指控完全不一樣 馬上就一翻兩瞪眼解決了嘛 他為什麼不及時出來幫自己護航呢 一定是他有自己的打算 我隨便舉個例子 譬如說流量變現 像是強尼代譜 就是因為虛假指控被岩上 一開始岩上得越淒慘 之後絕地大翻盤 收穫更多的支持者 這是一個 超級勵志的角色曲線耶 跟迪士尼的動畫一模一樣 從王八蛋變成全民英雄耶 他都想好自己在這波 岩上的角色曲線了 你這時候還硬挑出來 幫他公開護航 不就直接打壞他的好事嗎 你這樣還敢自稱是知心好友嗎 舉個我身邊的例子 我的知心好友非常非常少 旁邊有一個就是凱莉 這五年來凱莉常常因為虛假指控 被岩上 因為她太喜歡在 實際敏感的時候講笑話了 她明明沒有 謝謝你 你們都是錯的 她沒有任何冒犯人的意思 但是她寫笑話的技巧太爛了 所以 就會被岩上 變成笑什麼 菁英女權自助餐 這時候身為知心好友的賀瓏 我哪一次幫過她 我怎麼做 我選擇沉默以對 不是我不愛凱莉 我很愛凱莉 可是親愛的 你都翻船了 就不要再想護航了 身為知心好友的我 我直接為你開拓另一片藍海 你被全民岩上 就直接來台灣 網友想要罵你 沒關係 我會罵得比網友更兇 因為我除了是喜劇小卷毛之外 站上北流 我就是岩上大將軍賀瓏 你站穩給我打 你就再也不用再怕酸民打了 當時老K就是這樣子 我跟他講說 你先承襲一回合 來吧 岩上徐乃琳 我把你罵得狗血丁頭 讓你絕地大翻身 你看他現在是多紅的喜劇演員 不信的話 不要問老K 大家可能不認識 問問我其他五位知心好友 徐乃琳 艾莉莎莎 彭恰恰 王世堅 謝和弦 你看看這些岩上更生人 雖然每個人都社會死亡 被大眾輿論判得死刑 但是還有岩上不認這個舞台 就是你們的外溢間 你知道嗎 你們讓你們變成 起死為生的小天地 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我要特別利用這個節目 呼籲一下下一場岩上 我的知心好友 優質偶像王力宏 請你趕快打給我 我已經勸你勸一年了 拜託來岩上笨 拜託 不然下一場岩上 我又要再請艾莎莎了 謝謝大家 請製作單位 馬上即發票到 薩泰爾娛樂公司